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 是人生幸福的全员 拥有了健康就可以去创造一切 这是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全民健康保健节目 邀请到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师群 跟我们一起来守护您的健康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肝胆肠胃科林静斌林医师 林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出门之前突然觉得肚子痛 那拉肚子这个情况 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最常见的情况 那会拉肚子通常是什么样的情形 一般我们把拉肚子也就是腹泻 可以分成急性腹泻以及慢性腹泻 那急性腹泻大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啊 或者是食物中毒等等 那有时候在季节性来讲 有一些小孩子被传染到像轮状病毒啊 诺罗病毒啊 这些经由食物还有口末传染的一些疾病 那另外比较严重的一些急性腹泻 比如说像一些细菌性的感染 比如说沙门氏感菌 赤鹤利急 出血性大肠炎 这一些它会引起急性腹痛发烧 以及节血病的症状 它们是属于一些传染症 那另外在一些免疫不全的病人 比如说有艾滋病的病人 他们有时候会得到一些比较罕见的一些寄生虫的传染 这个就是另类的一些腹泻的疾病 那我们今天呢 可能会跟各位观众特别介绍一种慢性腹泻的疾病 这种慢性腹泻的疾病呢 目前被认为是一个原因不明 但是引起免疫失调的一种病 叫做发炎性肠道疾病 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腹泻 那病人通常他的症状会有腹痛 腹泻 发烧 贫血 以及体中减轻的现象 那今天呢 在这边也顺便呼吁 每年的5月19号 就是世界发炎性肠道疾病日 那什么是发炎性肠道疾病呢 它有分为 克隆士症跟溃疡性大肠炎 那在稍后 我们会一一的为观众来做介绍 对 您说有两种部分 一个就是克隆士症 是 一个是溃疡性大肠炎 结肠炎 大肠炎跟结肠炎是 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 什么是克隆士症 对 那克隆士症呢 它跟溃疡性肠炎呢 结肠炎呢 它们算是一个类似的疾病 那它们被认为可能是宿主 就是病人的基因 有先天的缺陷 所以它们的肠道粘膜占壁呢 比较不健全的情况下 容易被肠道一些肠道菌的攻击 引起慢性的发炎反应 那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腹泻 还有贫血以及发烧等症状 那目前西方国家 它们发现在长期的西化饮食 还有抗生素 以及止痛药的过度食用 假如遇到一些宿主 有基因缺陷的时候呢 它们的肠道容易产生病变 那由于这种病变 是一种慢性的发炎反应 它会继而的引起 免疫失调的疾病 那免疫失调之后呢 它就容易在肠道 甚至肠道以外的部分 比如说皮肤关节 还有眼睛 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这些 免疫失调的疾病 那溃疡性结肠炎呢 它跟克隆市症 比较不同的一点是 溃疡性结肠炎发作的部位呢 是在比较局限在大肠的部位 那克隆市症呢 它是全肠道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溃疡性结肠炎 它的发作部位是在肠道粘膜 比较浅层的地方 那克隆市症呢 它则是全肠道 在粘膜层 还有粘膜下层 以及降末层 都会侵犯到 所以它们两个是 看似类似 但是其实是有所不同 但是它痛的地方就是 总结 反映出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对 而且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这个疾病发炎性肠道疾病呢 它都容易耗发在年纪比较轻的族群 像溃疡性结肠炎 它的耗发年龄层是30岁到40岁之间 30 40岁就有 对 那克隆市症它比较特殊 它有两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期呢 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 那第二个高峰期 竟然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 那其实是把中间这一段时间 都已经囊括了耶 是 所以这种病 你要在早期诊断 其实在过去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些肠道疾病 到最后的确诊 通常会需要做到内视镜 这种比较侵入式的检查 其实您刚才提到说 20岁到30岁 这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是40到50左右 对 克隆市症 那已经囊括到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 对 是 那这些的造成它的一个 发炎性疾病的这个原因会有哪些 过去是认为饮食过度的稀化之后 导致菌相的失调 所以现在认为菌相失调 是造成这个疾病一个最主要的元凶 您刚才说菌相失调指的是 菌相失调就是说我们本来妈妈生下我们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常住的肠道菌 大概500种到1000种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但是因为你受到饮食以及后天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今天你投与抗生素或投与止痛药去治疗某种疾病之后 改变了我们原来常住在身体的这一些共生菌 所以变成某种菌的品系跟某种菌的品系失衡之后 就会引发后续的一些毛病 比如说像肥胖或者是发炎性肠道疾病 目前都被认为是跟菌相失调有很大的关系 原来就是指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菌种 医生菌的部分有关系 这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吗 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跟克隆市症 他们在欧美是属于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病 被认为跟纬度有关系 所以在全世界来说呢 北欧跟北美他们是发生率比较高的地方 那在亚洲呢 我们台湾是属于低发生率的地方 但是像日本韩国这些纬度比较高的国家 他们的发生率的确是相对的比较高 不过要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它的发生率不像欧美那么高 但是却是逐渐的在增加当中 那我举一个实例给大家有一个概念 像我们现在台湾的大肠癌发生率 就是大肠癌的盛行率 是每十万人分之四十三人 算是相当高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的溃疡性结肠癌 其实它的盛行率大概是十万分之十七 等于说我们全台湾来讲 每年大概会有新增的案例 大概四百位到五百位 虽然没有像大肠癌的比例那么高 但是我们发现 它的这个发生率跟盛行率 的确逐年在上升当中 那像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这些 因为好发族群的 其实也是都蛮低的 那这是属于克隆市症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溃疡性的大肠癌的部分呢 溃疡性结肠癌呢 在全世界会被受到重视是 有很多名人也带有这种疾病 像最近大家有注意到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就是一个溃疡性结肠癌的案例 而且他已经治疗了二十几年 那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肆虐之下 听说安倍晋三首相呢 他有168天都没有休假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造成他疾病的一个恶化 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少见 但是也不算很罕见的一个疾病 听您这样子讲的话 是说我们罹患的这个疾病 其实他的治疗时间是蛮长的 对 他其实是一种重大伤病 所以当您怀疑自己有可能是 克隆市症或溃疡性结肠癌的时候 一定要去寻找这一方面的专家 那像我们在中山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有开设这种发炎性肠道疾病的特别门诊 当你找到这一方面的专家呢 你就有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机会 但是通常我们一般的人觉得说拉肚子而已 不会想到要去找医生 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要赶快找医生呢 是我们这一个发炎性肠道疾病呢 有所谓的警示症状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人腹泻 其实他在传染期过去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他会自行愈合 可是这种慢性肠道发炎疾病的病人呢 他可能没办法愈合的情况下 慢慢会出现体重减轻的症状 那另外他有可能还会出现所谓的肠道外症状 也就是说他除了拉肚子以外 他可能在皮肤关节或者是眼睛 还有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所谓的肠道外症状 当你有这些肠道外症状 又加上体重减轻 这些警示症状的时候 您就必须要尽快的就医 你说拉肚子的时候 你体重减轻了 那要观察一段时间 对不对 因为有的人拉肚子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 今天刚好吃了什么东西 刚好刺激到了不舒服 一次没关系 隔天好像他又继续 一直延续了好多天 这个我们就要稍微把它记录一下了 因为等于说是 拉肚子的状况一直没有缓解 然后又加上说身体 您刚才提到说 关节疼痛的部分 伴随着这个一起产生的话 我们就要有一个警惕作用了 就要赶快想到您可能要看一下医生了 是一般慢性腹泻在医学的定义是指 它每天超过三次以上的这一种排便 超过了两个月以上 我们称之为慢性腹泻 那我们最常见慢性腹泻的原因 除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肠躁症之外 大概就是发炎性肠道疾病 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那还有一些内分泌或者是肿瘤的肠道疾病 也有可能会出现慢性腹泻的情形 但是总之假如你有出现体重减轻 或者是贫血 这一些警示症状的时候 应该要尽早的就医 刚才林师你有谈到这个肠躁症的部分 这肠躁症我就常常听到了 我觉得好像就是肠躁症就觉得说 好像是自己因为紧张而引起肠胃不适的一个情况 是 我们这样子的解读对不对 一般肠躁症它常见的症状是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 这三种症状它有两种以上交替出现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原因 或者是你肠道的检查都做完了之后 找不到特别的原因 我们会把它归类为肠躁症 那肠躁症我们在肠胃科的门诊 大概发现有20%到25%的病人 它的确是在各种检查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 会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但是肠躁症在我们发炎性肠道疾病 这两个病同时摆在一起的时候 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 否则你长期的把它认为是肠躁症 但后来不是肠躁症的情形 有时候也会遇到 所以我们要怎样做这些精细的检查 精细的检查呢 在过去我们很民众很畏惧的就是来肠胃科 可能一定是要 我自动举手我会 是要捅个屁股啊 做大肠镜检查 或者是吞个胃镜啊 吞腱啊 做胃镜的检查 但是这种都是属于侵入式的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向各位观众介绍一个新的 一个粪便的一个生化检查 叫做粪便钙胃蛋白的检查 当您是肠躁症的病人 你这个粪便钙胃蛋白的检查 可能是正常的 可是在发炎性肠道疾病的病人 他做这个粪便钙胃蛋白的检查 他就是异常的 所以这个就好像粪便的浅血反应一样 可以作为第一线的一个筛检工具 把有病的病人找出来 当你是粪便浅血阳性的病患 大家会知道说 要进一步的做大肠镜的检查 那在发炎性肠道疾病的病人 当你不晓得自己是否罹患这样子的疾病的时候 第一步你去求诊的时候 你也可以询问医师 有没有做这个粪便钙胃蛋白检查 来做一个第一线的一个筛检 它是相当准确的一个工具 刚才一直在提到说粪便钙胃蛋白 我一直有一个问号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是有一个问号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 比较新的项目 它叫做钙胃蛋白 对 那什么是钙胃蛋白 它的英文名称叫做Carprotectin 那它这个Carprotectin呢 我们是正常人 它本来呢 它肠道会分泌的一种抗菌蛋白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身体肠道的一些发炎细胞 比如说像四中性球 或者是单核球 它在遇到一些肠道发炎的时候 它会释放出这种抗菌蛋白 来做自我的防御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发炎性肠道疾病呢 它是一种肠道的慢性发炎 所以慢性发炎的情况下 我们的四中性球或者是单核球 会持续的释放这一种生化指标 来提醒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注意 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特别是肠道 它有持续的发炎反应 所以后来发现了 这个粪便的钙胃蛋白 除了可以做第一线的一个鉴别诊断 跟肠照症做鉴别诊断之外 假如你是一个慢性发炎肠道疾病的病人 正在接受治疗 也可以利用粪便钙胃蛋白呢 来做一个监测发炎跟监测治疗 以及预后的一个很好的生化指标 这是一个新技术 是 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新技术呢 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一起来了解 那还有在这个发炎性肠道疾病的部分 您的临床案例蛮多的 是 有没有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的临床案例 是 这一些病人呢 他可能都是反复的跑过了好几家的医院 因为刚刚前面跟主持人及观众提到 这种的病呢 在早期并不好诊断 特别是像克隆市症 因为他有可能侵犯到的部位是小肠 这种比较深部的肠胃道 所以一般的检查呢 可能看不到这么深部的一个病灶 那最近呢 从2003年开始呢 有所谓的胶囊内视镜 也有所谓的深部小肠镜的问世 所以这样子的疾病呢 随着我们台湾的医师的努力 我们成立了小肠医学会 也成立了发炎性肠道疾病医学会 在所有的医师的努力之下呢 渐渐的把这一个病呢 从过去很难探索的这个小肠肠道的部分呢 慢慢的把这个病的谜底慢慢的解开 原来它不是这么可怕的一个病 但是要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才能够对病情有所帮助 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胶囊内视镜 胶囊内视镜 弯弯区区的很难检查 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 以色列的一个工程师呢 他利用这个飞弹导弹的这个技术呢 把它转移到这个胶囊内视镜之后呢 他发现胶囊内视镜的体积很小 大概只有两公分左右的这个长度 这样则也 他其实可以像一个药丸一样 从我们的嘴巴吞进去之后 他就自然的跑到整个肠胃道去做检查 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解像力呢 并不是那么的好 那随着时代的这个眼镜呢 技术的一个改变呢 一个改进呢 目前的这个肠道检查呢 它的电力相当充足 可以完成整个肠胃道 也就是胃 食道胃小肠大肠的检查 都检查得到 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 你说这么小小一颗 里面藏了很精密的一些仪器 是 然后我们只要吞下去就OK 是 吞下去然后自然会拍出来吗 会 那因为在新冠疫情的 肆虐之下呢 很多民众很畏惧呢 来医院做这种侵入式的检查 而且有时候还要做 新冠肺炎的快筛 快筛阴性之后呢 内视镜的检查呢 才允许 才能够允许进行 所以胶囊内视镜呢 它由于是一个抛弃式的一个工具 所以它检查完之后 并没有所谓的器械 重复使用感染的这些问题 我们一般吃的胶囊嘛 是 它是会融化掉的 那这个胶囊 它是不会融化掉 它是会保护里面的一些 晶片 然后这样子随着我们的肠道 这样子去浏览一圈 然后再多久时间会排出来 正常人的话 大概我们的通过时间 就是说胶囊通过这个小肠道的时间 大概是四到六个小时 然后在大肠停留的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有的病人可能会停留到一天至两天的时间 但终究呢 还是会排出来 排出来就OK 对 但是我要怎么让你们知道啊 它排出来的时候 就是还是完整的那一个 然后我们要把它保留起来 是 很多病人会想要留下来当纪念 不过我们医师来讲呢 其实在病患做完检查之后 拍一张腹部的S冠片 大概就可以确认这个胶囊有没有排出 那过去我们常常跟检查的病患告知就是说 万一假如这个胶囊真的没有排出来 其实是表示你的肠道也是发生某种狭窄 或者是有肠阻塞的现象 需要进一步的做影像的检查 或者是会诊外科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 所以实际上这个胶囊停留在肠道的这个比例 是相当的低 根据统计平均来讲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会停留在肠道 超过两个礼拜没有办法拿出来 那这个情况其实就是代表你身体的肠子呢 某个部分其实是有病变 也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真的三企很好奇了 排出来之后 因为有可能没有排出来 那医生您怎么知道 您要怎么看 是 刚刚有提到 假如说这个胶囊有没有排出体外 我们其实照一张腹部的S光 它就可以知道 你的胶囊是否还停留在体内 那假如说你超过两个礼拜 这个胶囊没有排出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可能会动用到 深部的小肠镜 去做这个胶囊取出的一个动作 那假如真的连这个深部小肠镜 都没办法取出的时候 才会会诊外科用腹腔镜手术的方法 把它拿出来 所以说等它排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保留那颗胶囊 然后交给医生 然后你们去取出里面的资料来看 这个胶囊的资讯的传输呢 其实不需要把胶囊 再重新减时去读取 其实这个胶囊是透过一种 所谓的无线传输的技术 当你的胶囊在肠胃道跑的时候 它已经发射一些无线的讯号 到我们身上的接收器 所以这个接收器 它会截取胶囊内视镜 所传输出来的这个影片 一般平均来讲每个病人大概就是有 五万张到七万张的照片 会存取在身上的接收器 所以医师只要把这个接收器的资讯呢 放到电脑上去读取 就可以完成胶囊内视镜检查的判读 这就是重点了 原来身上还有一个接收器啦 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胶囊排出来还要把它再拿起来 那真的是就有点奇怪了 原来它是有一个接收器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 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肝胆肠胃科林静兵林医师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山医学大学 肠胃科的林静兵林医师 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到很多的新资讯呢 好 接下来我们下一集会继续来介绍 有关发炎性肠道疾病的一些问题 全民的健康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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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